我是中了茗香了吗 应该昏睡了很久才对 为什么 几天没怎么吃东西 反而没觉得 那么没力气呢 为什么不吃东西 你以为你这样 高长公就会关心你 就会来看你吗 你这么折磨自己 他就在乎你了 你到底把我这个未来夫婿 放在哪里 是不是你心里 只有高长公 只有他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不像现在这么傻 元清索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元清索你看 这里就是登山坳 后面是碧玉池 在这里登高望远 景色奇美 是小春城最美之处 我一直等着找到你 携手看尽天下美景 看来 这一切 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我出国无血 虽然暖不过你的心了 至少 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来人 城主 把城中 所有的柴火 都堆放在下面 城主 您这是 快去 是 你们所有人 把城主府所有柴草 都堆放在灵枭阁下 快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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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光无血 美景如画 别急送 只要你肯活过来 这一切 都是你的 你知道 我诸葛无雪 在你心里不够分裂 我还知道 这世上 有两个人能让你活过来 一个是高长弓 一个是宇文雍 我分别给他们送了心 就在黄昏 尽有分晓 若是高长弓能来 我诸葛无雪 道与相迎 让他把你带走 高长弓 我在他心里什么分量 不用城主来提醒 那还有宇文雍 我知道镇魂柱就在打死功夫 如果 他能带着镇魂柱来换你 就算对你情深义重 我也会放你跟他走 他 最后也别来 好 我成劝你 来人 在下面点火 让他跟这座灵霄哥一起毁灭 就当我从未在火牢 救下你 acher 船主 柴草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么多人都找不到镇魂珠的下落 这镇魂珠真的就在大司空府吗 我只知道高长弓已经对原青所死了心 我没派人告诉他 高长弓根本就不会来 所以原青所自然就会对他死了心 至于宇文雍 我虽然不知道镇魂珠究竟在不在大司空府 可以我的观察 只要他确实藏有镇魂珠 必定会来救原青所 小的不明白 高长弓不来救青所姑娘 是因为刺伤郡王府夫人的仇 为何城主会如此笃定 宇文雍会来救青所姑娘呢 不是赌定 是赌一把 赌一把 对 赌一把 那 倘若宇文雍不来 城主还会下令点火吗 来与不来都要点火 我都要看看 是镇魂珠的分量重 还是他原青所的分量重 主上 怎么样 打探到确实的消息了吗 小春城戒备森严 几名戏座都没能混进小春城 安排在小春城里的戏座出了问题 也没能传递消息出来 这可可算 万一原青所真出什么好歹 我怎么向兄长交代 主上 何不向大中宰求援 也许 也许 当日兄长将救回原青所的任务 交给了我 还令大中宰府上下配合 要是我还去向兄长求助 一来 兄长担心国事之余 还要为大司空府操心 我这心里过意不拒 二来 我堂堂大周朝的大司空 连个小春城都控制不住 我这颜面往哪放 那该怎么办 难办 难办啊 手下倒是有个主意 快说 想出了办法了吗 想出了办法 无奈你的太原 听得不太清楚 假的 假的 惊慌是假的 主意也是假的 这 我从小就看他长大 他有什么心思 我还不清楚吗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年我与小春城的老城主 有过几面之缘 知道小春城的手段 都是表面祥和 实际上阴狠毒辣 这次元清锁 是撞在了刀口上面 宇文庸根本就不可能 拿假的镇魂珠 换回元清锁 而换不回元清锁 他在我这里又没有交代 这正好是看看镇魂珠 是不是在大司空府的好机会 盯着他 只要四弟携带镇魂珠 赶往小春城 立即将镇魂珠拿来借我 是 主上 有消息 说 大司空还在大司空府 不过有一支 隶属大司空府的骑兵队 已经出了长安城 看方向 是去小春城的 难道大司空怕危险 所以让下属带着镇魂珠 去救青锁姑娘 镇魂珠这么珍贵 宇文庸不可能蠢的 会交给下人 除非 除非这是个障眼法 金虎 多派人手 监视四弟的行踪 是 银报 在 派得力戏作 尾随骑兵队伍 看看他到底玩什么把戏 是 是 镇魂珠到底在不在大司空府 镇魂珠一出 天下势必大乱 玉文庸 这长安城的安危 就看你这一步棋怎么走了 姜还是老的辣 没想到 宇文库居然还有这样一步棋 他这步棋 不正应了仙子的心愿吗 镇魂珠究竟再没在司空府 答案 马上就能揭晓 原亲所可是你堂堂 朱雀护法的老情人 一直在保护的人 你就甘心他这么死在 灵霄阁里 他生与死 还要看仙子的心情 以前说到你的老情人桃花 你都会避讳不及 怎么今日讲起来 你倒反而无动于衷了 人死如灯灭 说与不说 又有何区别 你都会避讳不及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在想 我这张脸 该换一换了 改天 一定换张娃儿吧 你 在大中宅府里 我自会谨慎监视 要是仙子没有别的事 吴臣就先告退了 好你个香吴臣 竟然有事要瞒我 没事 有朝一日 本仙子会让你自己交代出来 天就快黑了 高长宫没来 宇文雍还算不错 虽然没带着镇昏珠来换人 至少还派了四队人马 妄图攻入小春城 就你出去 你猜结果如何 可他宇文雍 小瞧了我小春城 他的四队人马 不是在夹道被滚石击溃 就是在城门被乱箭射伤无数 可谓死伤惨重 你猜宇文雍偷袭失败 会不会真的拿镇昏珠来换你呢 也是 他怎么会舍得拿镇昏珠来救你 镇昏珠是打开天罗地宫的宝物 是天下至宝 他又怎么可能用来换一个 曾经背叛的 与高长宫私奔的女人呢 都怎会 脸传 你想知道 顾为什么没去救你 反而去用离伤剑换回洛宇 因为 他值得 这辈子 永远不要让我见到你 你不配 拥有跟小脸一样的力 不要再离开我了好不好 就这样 一生一世 好不好 别这样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 一切都是梦 他竟然真的点了火 好 公子 火都烧这么大了 难道公子真的想要消锁锅要死吗 我这是在帮他 帮他 公子 解说不明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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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辛万苦走到你的身边 粉身碎过都走不到你心里 下辈子我转世做你 你做我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不让你奔波疲惫心里交嘴 更不会让你绝望心碎 静总快走 这道高尘不够 就不要离开他的身边 哪怕是 一后一后 我不能死 就算是死 我也绝不能死在这里 我会 我 不要再离开我好不好 就这样一生一世好不好 别这样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 难道我去这样一世去吗 我身世为你打出了一句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 别 别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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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传说中的彼岸花吗 不要动 你会后悔的 小巫尘 这么快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别来无恙了 不要看我 爸爸 别人 彼岸花前不见人 我还不想收了你的魂 原来这真的是彼岸花 彼岸花 花红无叶 花开一千年 花落一千年 花叶生生相错 永世 都不想见你 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 你不配 他一起 又有根小脸 像她脸 她是黄泉路上 唯一的风景 或许死去的人 就是踏著 这寂寐严丽的花朵 通向姚名之狱的吧 原青所 你可千万要小心 地下的这些花 有剧毒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不要再问这种没用的话 我此番救你 无非觉得 你还算是个聪明的女人 原青所 你不是很聪明吗 你告诉我 一个男人 如何才能得到 一个女人的心 又如何 不辜负 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问题 再聪明的人 也没办法给你答案 坚持还是放弃 辜负 还是被辜负 都在你自己的 一念之间 我劝你一句话 遵从自己的心意 珍惜眼前人 结果如何 其实都没关系 这话真是好听啊 可是未免太过冠冕堂皇了些 远青所 世间情爱如何 其实 你还是不懂 不过 你既然说出了珍惜二字 这就证明我没有白来救你 你 睡吧 睡一觉就知道该珍惜谁了 驾 驾 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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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祖 为何我会觉得 这七星 如此属性呢 夫人回来的时候 肃不招了凉 夜里都发烧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 这不是大司公府吗 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做梦 夫人 奴婢给夫人擦把脸吧 是梦吗 怎么这么真切 你到底希望这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还是你想大司公府想的发疯 做梦都得弄个大司公府出来 真的是你 碧香 夫人 奴婢给你准备吃的 来 慢点 我 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不在这儿 你还想在哪儿 我也不想你在这儿 可惜啊 我在树林里打猎的时候 发现你昏睡在树林里 我不把你带回来 难道还把你丢在那里 任你朴实荒野 哎 你为什么会在长安郊外啊 是不是痴心错付 某些人对你不好 你才想起我的好来 迫不及待的会大司公府 来博取我的同情 是你 是你叫香无尘 把我捉回来的吧 香无尘 我好像很久没见过 那个臭老大了 你怎么会提到他呢 哎 别动 刚才太医来瞧过了 说你身子十分虚弱 这几日 最好卧床休养 真不晓得 你跟高长公过的 都是什么日子 不劳大司公费心 不劳大司公费心 能走你走啊 这种气息 仿佛从我稍有知觉起 就包围着我冰冷的身体 不력大司公费心 锤 不�ktor 不职 �ol 없 fluids 真心 怎么回事 由彼之为 落下 怎么回事 你突然 炸过我 那 脚是我的 不劳你费心 夫人 夫人 你这是怎么了 奴婢正为你准备你最爱吃的桂花砂糖糕呢 快去 叫太医过来 是 别动 我恨你 你恨我 因为 你是宇文佑 主上放心 看护夫人的太医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 她的伤不在身上 在心里 夫人好像吃了很多苦 可是夫人这次能够平安归来 也是吉人自有天相 主上无需过于担心 只是 夫人这样回来了 大肿仔那边也该有个交代 哦 还有 听说大肿仔这段时间与突厥来往神秘 阿勇 阿勇 婉儿 是什么花开了散发出的香风 把你吹到大司空府来了 婉儿听说清索妹妹回来了 赶紧过府探望 妹妹可好 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如此潇洒的日子岂能不好 倒是我与婉儿久日不见 该当叙叙旧才好 婉儿自然是想与阿勇叙旧的 可你近来都很少去大中宰府 我想见你一面都难得很 我听说 近日来大中宰府的客人络绎不绝 我去了 不是讨扰了大中宰做正事 倒是来了一些突厥人 我刚从大中宰府出来的时候 还看见他们在花厅饮酒 说有什么大喜事 居然还说到设计之符 主上 恕属下多嘴 主上不是接到皇上的圣旨 今日要进宫灭圣吗 对 婉儿 只怕我要先到宫里一趟 不如我们改日再训 阿勇 改日 改日 定当陪婉儿好好聊聊 我先走了 杨姑娘请留步 夫人正在休息 不便见客 不便见客 冤青所还真是名大 这样都死不了 回来也好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会死在谁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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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大司空 兄长在 主上正在与皇上商议国事 此事恐怕不妥 大徐与大周刚刚成为盟友 而大周 与突厥联姻 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久无消息 若此时贸然与突厥重提联姻之事 势必会破坏周齐两方联盟 北方以我大周 与齐国 突厥三方并利 突厥实力九胜不衰 与突厥联盟才是长久之道 论语有约 人无信而不利 更何况国事乎 一经有云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酒 皇上 京邦治国的大道 当不拘泥于一时 大司空语文雍觐见 参见皇上 参见大中宰 四弟免礼 谢皇上 四弟 四弟 气色不错 听闻你抱恙多日并未上朝 如今身子可还安好 多谢兄长挂警 小弟已经康复了 多日来听说大中宰忧心国事 日夜操劳 小弟极为惭愧 俗话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今天刚好有天大的喜事等着你啊 大中宰 四弟并替方玉 皇上 此时需趁热打铁 四弟 你可记得文皇帝当年 为你定下的婚约吗 小弟记得 可是当年小弟与突厥公主 年纪尚小 后来又因连年战乱 局势不定 大周与突厥和亲一举 支支未能兑现 眼下就是个好时机 突厥使者来向寡人商议 突厥目甘可寒 阿什纳其今 有意将其女阿什纳公主 与四弟联姻 一劫双方 永世之好 这可是可喜可贺呀 四弟如此美事 必将名垂青史 兄长 小弟刚刚成亲 曲剑府的又是您的侄女 这也无妨 与突厥联姻 关系到我大周的国运 更何况 原清索一去多日无踪 回禀兄长 清索已然安全回到大司空府 小弟此番进宫 便是向皇上回禀此事 清索回来了 是 清索已经回到大司空府 只是身子伐虚 要不然 小弟便会带着清索 来觐见皇上了 回来也好 别说是原清索 就是寡人 为了大周朝的利益 也不得不将个人得失 放置一旁 此事寡人来拿个主意吧 清索本为测试 你迎娶突厥公主 她无权干涉 你好好准备 早日迎娶阿什纳公主 兄长 清索失踪 情非得已 事实详情 还需等清索清醒以后 仔细查明 四弟此言及时 大众在 临音之事 还需从长记忆 四弟真是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见了 身为大周皇族 怎可贪图寻常百姓那样 夫妻之间 凤凰其妃 举暗其眉的日子 家国孰轻孰重 与突厥联姻 成则流芳百世 败则祸及家国 势在必性 四弟 你好自为之吧 微臣告退 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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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长可是生小弟的气了 四弟可是跟皇帝一样 严少是围在我的身边 兄长前兄长后的 可眼下都长大了 由不得我了 兄长请息怒 与突厥联姻的策略的确高明 既可以缓解大周与突厥的矛盾 有足够的时日 让我大周休养生息 也可以让大周与突厥和平相处互不侵犯 实施两方百姓之福 那你为何不迎娶突厥公主 小弟 小弟平时只知软玉温香 附庸风雅 朝政大事从不过问 只怕 与那突厥公主脾性不合 会坏了大事 你呀 阿什纳公主的绝世才貌 早已经传遍了突厥 甚至传至长安 怎是原青所那个小丫头可比 何况 母甘可汗 阿什纳其今 在泱泱皇族之中 独独看住了四弟你 这可是其他皇族子弟们 渴望不可及的好事 维兄还是那句话 你记住 使食物者为俊杰 小弟 小弟内心惶惶 罢了 我会跟突厥使者说 你抱恙在身 让他宽限几日再说 多谢兄长 兄长慢走 是属下的不是 属下已经得到了青所姑娘回到大司空府的消息 可惜当时主上已经进入御书房和皇上议事 所以 这个宇文雍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竟然会为了原青所拒绝迎娶突厥公主 想必是大司空对青所姑娘真的动了真心 年轻人的心 寡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了 属下不明白 主上不是要青所姑娘留在大司空身边吗 为什么要联合突厥 要大司空迎娶突厥公主呢 如果大司空真的拒绝迎娶突厥公主 势必会挑起战争 那就会狼烟滚滚 战火连天了 看来这个大周朝实在是太平静了 一定要风波骤气 把他们推上风口浪尖 才能让他们自顾不暇 才不会坏了我的大忌 夫人 您就吃点东西吧 太医说你身子虚得狠 你要是再不吃会撑不下去的 夫人 主上 夫人她一直不吃不喝 必须要心里害怕 请索 来 把这碗参汤喝了 出去 把这碗参汤喝了 随你怎么恨我 滚出去 你这样不吃不喝 会有性命之用 我死我活 与你无关 你不吃不喝 怎么有力气恨我 吃饱喝足了 再来找我报仇 来 把这碗参汤喝了 我大司空府就是人参多了 你打一碗 我就让人再熬一碗 直到你肯喝为止 你是觉得这么喝没心意是吧 那我用嘴喂你喝怎么样 你 这才乖 下去吧 是 你 你卑鄙 我卑鄙 我再卑鄙也比不上高长公卑鄙 把人带走了 不好好照顾 弄成这个样子 他都对你做了什么 他对我做了什么 你根本无权过分 说到卑鄙 没有人 能与你宇文一族相比 你恨我我不跟你计较 你要是敢侮辱我的先辈 我绝不轻饶 侮辱 宇文雍 你父亲宇文太 当年率兵去江陵 屠杀无数 其中 就有我的父母兄弟 宇文雍 你是我杀父重任的儿子 谁把四孔全带到这里的 走 你在胡说什么 宇文雍 你是不敢承认吧 你们宇文一族 做了什么坏事 你会不知道 是谁在你面前信口雌黄 编造了这些颠倒黑白的事 是高昌公还是谁 是我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你恢复记忆了 你都想起了什么 你终于承认了 只可惜 我没有想起全部的记忆 否则 否则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父亲 是如何的残暴不仁 你又是怎么的诡计多端 那不过是一场战争 战争 战争就是你宇文一族 用来杀戮抢掠的借口 我没有看到什么人 跟你父亲的官兵作战 反倒 我只看到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遭到你们的杀害 我的父母兄弟 遭到你们的杀害 你们宇文一族的手上 沾满了他们的鲜血 原青锁 你怕了 我说过 那只是一场战争 高长弓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让你的眼里只剩下了恨 你的聪慧呢 你的机灵呢 他怎么对我 我都无怨无悔 反而是你 你 你这个绝情寡异的人 欣欣作态 假装对我好 可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在哪儿 对了 你心里只有镇魂珠 你只能在你的大司空腹里足不出户 你这个伪君子 我 宇文雍 我看不起你 你可以轻视我 但是我宇文一族 是不是欠你的命 自有公道 公道 这句话从大司空的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可笑 可笑 可笑的是你 你当初毅然决然地离开 就不该如此狼狈 遍体鳞伤地回来 原青所 你大可对高长弓 无怨无悔 可你的命是我的 这一切都由不得你 这一切都由不得你 好 好 春留着冬的痕迹 秋留着夏的痕迹 司空大人心中却都是原青所 可原青所心中 心心念念的 却是高长弓 你来了 我虽然忙得很 却很难不时时记挂着司空大人 记挂着这大司空府里 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 早就是眷属 可并非是有情人 此话当真 我还以为你这颗痴情种子 种错了地 你知道我的心 也知道银河救他回来 怎么 我脸上有东西啊 东西倒是没有 面具却多了一个 依我看你比高长弓还累 他不过是戴了个假面具 而你却戴了个真面具 真的摘都摘不下来了 我是心疼你 表面上风花雪月 风流倜傥 可实际上 放眼这大周国最苦的那个 只怕就是你了 而且没有人知道你的苦心 没有人知道你为了这个国家 所做的一切 为何不把这些事情 跟袁清索说清楚呢 说清楚什么 说清楚你是他的恩人 不是他的仇人 你第一时间确定了 他在小春城的消息 就开始计划去救他 第一队不惜一切 直冲小春城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另外一队由南门袭击 假作偷袭 始为拖延之机 另外两队从这里 这里沿途上去 主上 你们一早出发 我会便装跟上 随机应别 听我号令 是 是不是小春城那边 来什么消息了 主上 恐怕这次您去不成小春城了 什么 皇宫里传来消息 说大仲在春春欲动 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 主上 小春城之行不让属下 你留在我的身边 去 把我的青鸟犬 主上 快去 是 主上 好 主上 真的要有青鸟了 青鸟飞白 白鸟飞青 万不得已 亦飞升空 为了青锁 我必须这么做 你竟然出动青鸟召唤我来 什么事这么重要 武臣 这是小春城的地图 一切都托付给你了 你我曾经约定过 除非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事 或者情非得已 你我之间是不能私下见面的 这就是大事要事 情非得已 区区一个园青锁 就值得你动用青鸟 它很重要 宇文雍 我是天罗地宫的朱雀卫护法 不是你的属下 我不会跟你一起一起用事 除了你 我再也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帮我了 这事太过冒险 不过仅仅是为了打开天罗地宫 为了我自己 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能不救他 你凭什么相信我 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帮你救原青锁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朋友 宇文雍 我做你的朋友 和你心意相知 是看中了你的人品 你的才华 我是为了天下安危 为了设计百姓 而不是为了儿女私情 难道你忘了吗 青鸟一出 就是我们要共同守护天下的时候 可你 原青锁到底有什么好 值得你去这样做 他顽皮 闹躁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又疯疯癫癫 跑来跑去 灰了古董 烧了卧房 没有一样好处 可我就是会想 他在哪里 他过得好不好 至此一次下不为例 武尘 你答应了 这地图你拿去 地图你拿回去吧 看来 你已经有主意了 我们天罗地宫的人 都会留一手 小春城的破绽 不是你那些侍卫 随便上山打探一下 就能打探得来的 我告诉你 这次如果不是我出马 你就是去送死 你也不希望我死 是不是 交了个你这样的朋友 到底是我的幸运呢 还是我的不幸 你放心吧 小春城的破绽 与诸葛无血的心思 我了如指掌 我一定 帮你把原青锁带回来 早知道带他回来 会如此天翻地覆 我真是 你可知我父亲 当年亲征将临的事 不消我说 你也知道 确有此事 怎么 原青锁跟当年的事有关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武尘帮我过忙 查清楚原青锁的身世 你这是在难为我 宇文户把原青锁 带入大中灾府之前 根本就没有人见过他 只听说 原青锁父母双亡 由大中灾夫人抚养长大 或许去一趟 大中灾夫人的老家 就会有发现 我这青鸟啊 快变成原青锁的青鸟了 你愿意去 我不去又能怎样 他依附死已已绝的样子 总不能每天 由你灌汤灌水来解决吧 那就看你的了 青锁心里的伤 不止高成功 而且我自幼 心中也有一个谜团 谜团 对 谜团 父亲出征江陵之时 我已五岁 一心向武 阴差阳错 曾随军前往 后来 我受了很大的惊吓 被护送回长安 从此以后性情大变 偏爱西闻 温香软玉 厌恶武器 不惜征伐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江陵之战以后 我才会被魏朝功帝 选去给心里的齐国做质子 以求保国 究竟是什么样的惊吓 会对你有如此刺激呢 王氏历历在目 当时官兵屠杀的 并非敌军 而是一些百姓 地点也不是江陵 而是距江陵不远的一个地方 地名我也记不清楚 我一直想不清楚 一向爱民如此的父亲 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件事跟清所说的不谋而合 要是能查到他的身世 有些事情就可以迎刃而紧 包括 他对你的恨意 他只是冤我 也许他心里清楚得很 有些事情 并不能全然怪我 可是他心中的恨 无法发泄 就由着这个借口 来向我张牙舞爪 那个最受伤的 只怕还是他自己 你呀你呀 处处为那个丫头着想 已经无药可救了 笑话 这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喜情我宇文一族的清白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觉得我这几张脸 哪张最好看 好了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你一定最喜欢原青所那张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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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大四宫府那边可有消息 清索姑娘 还是一直不肯吃东西 皇上 清索姑娘是因为念念不忘 当年文帝出征将领的事情 所以 今天天气不错 看来 朕要亲自跑一趟大四宫府了 你醒了 皇上 朕 知道你身体不舒服 吃不了硬的东西 特地从宫里 带了些滋补的汤水过来 你每天吃一些 过几天 才可以吃饭菜和肉食 刚才做了什么梦啊 睡得这么不安稳 来 小心烫 清索夫人 您就喝一些吧 也望皇上跑这一趟 好 对了 朕安排了几名厨子 在大四宫府的厨房 你想吃什么 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会帮你扳倒 我什么都不想吃 皇上 请回吧 为什么不吃 朕忘记了尝一尝 这个汤烫不烫 万一把清索烫到了 怎么办 来 皇上 你不必为了我做这些事 其实 朕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朕知道 你受了伤 身体虚弱 不知道该如何让你朕做起来 最少能让你吃下些东西去 如果你不喜欢 朕马上离开 皇上乃一国之君 倾诉承受不起 不要把朕当做是皇上 不要把朕当做是皇上 就当朕 是一个很关心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兄长 只是这个兄长 别无常处 只有日夜思念 都在盼望着这个妹妹何时归来 何时才能在兄长看得见的地方 开心的生活 就连这么一点 朕都做不到 皇上别说了 我喝 朕不能常常来看 但朕已经将这些汤水的方子 告诉了四弟 你想要喝的话就告诉他 你恨朕吗 我恨 同样是父亲的儿子 你可以不恨朕 为什么却要恨四弟呢 朕不是不相信你 可朕觉得此事可疑 朕与四弟眼中的父亲宽厚仁爱 怎么可能会做出屠城之事 或者其中有些曲折误会 朕自会告诉你真相 只需给朕几天时间 可否 朕知道你此事很难回答 朕不求你能原谅 朕不求你能原谅 只求能插出屏枪 是非黑白 朕与四弟 必定与你一起面对 如此可好 好 记住朕的话 人生在世 最大的目标 就是活下去 如果连活 都活不下去 那么真与假 爱与恨 又有什么分别 当年将领的事情 还需审慎查过 我不相信父亲 会是这场屠杀的真凶 就算万中有意 臣弟是父亲的儿子 自当承受后果 好 不愧是朕的四弟 有此等弃薄 就算将来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朕也放心吧 皇上 朕只是想让青所的身世 赶紧水落石处 还会给青所一个交代 关于突厥联姻之事 四弟不必担心 朕 是不会让你去突厥公主的 皇上 朕不是因为儿女私情 才拒绝联姻 实在是 自大洲与齐国联盟之后 大洲 齐国 突厥三方 格局已定 如果擅自打破 造谣的不只是大洲的百姓 到时候朕火烈烈 就难以控制了 可大中在那边 四弟不必担心 你我兄弟齐心 一定 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四弟你放心 宇文护我交给朕 你就好好地照顾青所吧 是 洛云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洛云不辛苦 倒是成功 一不解代地照顾夫人 你们的孝心 母亲都看在眼里 母亲 外面风轻气爽 母亲的身体也大有起色 要不要到外面坐坐 我就不去了 倒是你 是不是该带洛云出去逛逛 那母亲 我没事 有风儿照顾我就行了 好吧 洛云 你去收拾一下 我带你出去逛一逛 买些你喜欢的东西 好 那洛云命风儿过来 洛云告退 好 长公 这就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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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快看快看 殿下拉着婴姑娘手了 羡慕死我了 好一杯神仙剑女呀 看来君王府马上要办喜事了 站住啊 站住 姓儿 你给我债库 姓儿啊 姓儿啊 这可是我替人家防补的衣服 你要是拿着还了你的债 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呀 撒手 你快撒手 今天这钱要是还不上 你儿子我的命就没了 撒手 住手 殿下 殿下 怎么回事 她 她不给我钱 我欠人家钱 我 可是赌债 是 家有高堂老母 还在外面赌博生事 还不快向你母亲谢罪 不 她养不起我 为什么还要生我 殿下明辩 小人已经三十有英 可现在 连媳妇都娶不起 都是因为这个老东西 整天不准我干这 不准我干那 要不是这老东西 恐怕 我早就发财了 兴儿啊 我这是造了那一门子的孽呀 你还不知罪 殿下 小人无罪 有罪的是这老东西 兴儿 兴儿 殿下 你饶了我的儿子吗 殿下 这儿再有罪 殿下求求你了 我把她交给官府处置 知谱是罪